嗨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现在是竹笋的盛产季节嘛 我就想说天气那么热 我就来做一个凉拌竹笋 那我就去市场买了两根竹笋 在这边 蛮大条的 蛮贵的 也花了差不多170块 这种新鲜的竹笋 本来就是比较贵 那今天我来做个凉拌竹笋 那很简单 我把竹笋都洗干净了 就把它放在锅子里 用冷水 放在锅子里面去给它 大火煮个 煮个五六分钟 到时候再转小火 要冷水下锅 那现在就让它在这边煮 大概 煮开了五六分钟 我们再把它转小火 再让它煮个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这样应该就差不多 我们现在就先让它煮 现在水已经开了 我们把它转小火 给大家看一下 就已经开了嘛 然后我把盖子盖子盖起来 然后我这时候就把 炒到比较小火 就让它去煮个大概半个小时 那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再回来看 过了半小时我们把火关掉 那竹笋也不用急着拿出来 我们就让它在锅内慢慢冷却 那冷却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到冰箱里冷藏 然后需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切 这个竹笋我们已经在冰箱里冷藏了好几个钟头 应该也凉了我来把它切盘 我要先把皮去掉 然后把这些后外面皱皱的都要把它削掉 好 这样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切咯 这样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切咯 好 这样 我先切一条来 给大家看 我们可以用这种沙拉酱 把它顶在上面 做好了 这个凉拌竹笋就做好了 非常简单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拜拜